欢迎大家来出席 顺山十二限公司转办 香港水侯结聚业商会有限公司 香港物业服务联盟 和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协办 由欧力士亚洲有限公司 全力支持的 善用创新科研 严防第六波疫情的展览 旗然讨会 在韩国业的走坊里面 通过了解业界在防疫设施上的一些缺失 应该去看这些地方的时候 但见到原来我们在防疫工作 其实我们一直停留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我们就开始希望可以用一些应用的科技 去改善这些防疫设施 令到在业界的员工也好 或者我们的老友记也好 或者我们的小学生也好 不要因为这个疫情白上加根 跟着其实我真的要特别多谢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他在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在读书当学生的时候 我们的隔离轮 那个是陈恒彬议员 陈恒彬议员就带着我们在这个疫情 就真的做了很多工作 他在安老 在社会的一些贡见 就是一些服务 他都是真的用心用力支持我们 而且不做不试不错 但我们现在就是去做去试 有错去改 得到进步 多谢大家 大家如果是跟多些我们这些科研界的朋友去谈 你会发觉很多很好的一些香港发生的事 是静静地改变着我们整个香港这个防疫抗疫之路 其实我期望在未来 当这个疫情过去之后 我们的科研这个成果 除了是帮我们去应对疫情 更加可以成为我们香港一个经济的新动力 也都为我们的年轻人 向上游做一个更好的基础 最重要一点 钱固然要赚的 但更加重要的是 在赚完钱之后 也都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 令到这个社会更加美好 民生得到改善 多谢大家 年轻人看到RHT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借镜 香港科技可以如何发展 而RHT的科研成果 展示了香港拥有 厚厚的研发实力 香港从事R&D的人数 大概是四万多人 这次简单说 每四个R&D人 就一个人在科学院 所以RHT在这里 我们也觉得很荣幸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